接下來我們讓你看到藝人隨堂 他最新的偶像劇作品 今天晚上舉辦殺青酒會 男主角李明順還特地從新加坡飛來台灣參加 不過這部戲殺青所有演員都相當不捨 只說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可以跟隨堂對戲 拍了將近半年的戲終於殺青了 在《征婚騎士》這部戲裡面 我的戲份高達95%以上 比我在金門喝的高粱的濃度還要高 所以我現在殺青了 我只有對我身邊這些演員有深深的感謝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陪伴 如果沒有他們精采的跟我的互動表演 我走不完這一條征婚的路 劇情描述出版社總編為了尋找 現代女性對愛情的看法 於是舉辦征婚騎士 當然親密互動的戲碼可不嫩少 其實那天有被導演嚇到對不對 其實在劇本裡面是沒有的 突然間導演要我摸她的背 在摸摸之前我想一想我新加坡老婆 該怎麼辦 不是她該怎麼辦 是我回去該怎麼交代 但是不過為了拍戲還是要專業一點 但也尺度也不是很大 大家不要想那麼多 而蔡昌仙和瑤瑤在戲裡也有一段情 這是我們第一場戲就上床 就是有在那個床上 就是解決一些事情 對 因為第一場戲就碰到這樣子 就會先熟了再說嘛 從去年十一月拍到今年六月 劇組和演員產生好交情 殺青九會大將完成一團 而男演員更是不捨 短期內再也無法和女神對戲了 以後只要有堂堂就有我 那也希望有堂堂就有我 希望有堂堂就有我 沒有 因為有我就有堂堂 希望以後有你們都有我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男主角李明順 特地從新加坡飛回台灣 參加殺青九會 情意相挺 這部男演員多餘女演員的偶像劇 還沒上檔就已經讓外界 產生高度好奇心